現在最大的癥結點應該是這個開放式初選 那想先問一下這個矜持心張說 因為這個東西好像最早開始是民進黨第一次選總統大選的時候推動的 那當時他們辦19場的這個地方的這個辯論然後投票這樣 那因為這個時間很緊迫 那想問一下說你們這樣子你們心目中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數字說 大概會要辦幾場這個地方性的這個辯論投票這樣 那剛剛你有提到說因為這樣子的話會不會產生 因為這是要產生最強的一個候選人 那都說會不會擔心說可能綠營啊或是有一些民眾來有一些灌票的行為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來阻止 我想這個是在西方國家跟也是在亞洲也有國家都施行過的 我們估計的時間根據我們以前在這個黨內初選的經驗 時間是足夠的 是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 剛才念的聲明也很清楚 我們可以在這個所謂的候選人選區裡面辦 或者是 或者是設立這個所謂的投票開票所 那您剛剛提到的問題就是所謂的灌票的問題 這其實在民調之中我們也是最擔心的也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特別設計了一個所謂政治裡面的認同卡 而且是實名制的話 以我們的了解 必須要簽這個實名制的話 要發生這個綠營動員的狀況 應該是比民調的風險要低很多 因為民調的話比較容易有灌票 因為他只要坐在家裡面接個電話 他就一通電話就可以決定投票的話 我們這邊必須你真的要走到這個投票所 而且還要簽一個這個 所謂的意思就是防止灌票的這樣的一個認同卡 這樣好不好 我們先讓前方的攝影大哥 好先拍 好 可以齁 那我們視線再看向後方的電子媒體 不要再閃了啦 不要再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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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我們的後面的電子媒體 好 來不好意思 還要外面的這個右邊的媒體朋友 我們稍微往右邊 好 可以嗎 還有沒有人要捕捉 中間的平面媒體還有需要再一次嗎 好 那我們再向中間看 對前方的這個平面媒體朋友 好 好如果都可以的話 好 那我們請四位先請就座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針對一些這個 主要大家需要這個討論的議題 包括這個 所謂如何推出在野最強候選人的方式 我們大家的交換意見 各位剛剛已經聽到我們共同的聲明 另外呢 就是對於這個辯論的方式 我們也講過 只要確定的第一項之後呢 我們也同意 雙方都 在場辯論 至於這個所謂的政策主張呢 最主要是因為 柯市長已經公開 我們應該談到他有七大政治主張 那我們覺得政治理念 可以從這個地方切入 開始來談 大家 理念相近之處 或是有些保留的地方 最後呢 就是針對這七大主張之外 我們又補充了 六項的主張 大家也有 贊同的地方 也有保留的地方 今天這個談話過程非常的順利 也融洽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 王總幹事 還有我們這個周子潤 大家坐下來一起談 我相信這是好的開始 跨出第一步 希望我們明天中午確定 這個會談時間後 我們能夠盡速召開 因為時間有他的這個壓力 好 謝謝 今天請三更總幹事 監訊 好的 謝謝你講 我想剛剛這個會議紀錄 念過之後 大家可能就 會很多的confuse 還是簡單的解釋一下 今天大概大部分的政策 有一些保留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當然都已經會寫在會議紀錄裡面 今天最大的重點 也就是重重之重的 有關核心的問題是 產生正強在野整合的候選人的方式 台灣民眾黨在10月1號 由科魯文哲主席提出 由民調來解決的方式之後 當然這中間發生過了很多事情 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當然今天執行長也提出了他們認為 可能比民調更好的方式 當然執行長也表示對民調可能有很多進度效度 可能在國內目前的狀況上面的一些疑慮 那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提出的是 比較國外的這些所謂的叫做民主初選制 也就是全民來投票 所以是直接民選 直接民意的方式 那我在會中也表示過 因為我也來自當年我1998年 從新黨參與的時候 那時候新黨就曾經提出過民主初選 讓全民都來談參與民主黨內的初選 那當時的確發生過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不當動員 第二個還有一個全國這樣大規模的狀況 它的確會是一個人力物力都非常大的狀況 第二個它可能也會被其他的不好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也表示我們的疑慮 所以接下去這兩個問題解決之後 對於公開辯論假設 我們大家有一個共識將來產生的方式之後 我們都願意用公開辯論的方式 尤其是辯識辯論的方式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要第一項要有的共識 如果第一項沒有共識 後面這個就很難執行 所以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民主初選的方式 但我們還是尊重國民黨提出的不同的意見 所以今天我們會回去再跟我們的黨內再做一些討論 接下來我們會明天中午確認一個 下次開會的時間來討論這個第一個方式 這個可能在這次我想最重要的是 再也整合力量最重要的就是要整合民眾 整合我們的意見 然後訴諸選民的支持 所以今天這個方案我們必須要 我想各自都要說服自己的支持者 也要說服全國的民眾 這個機制是可以產生一個公平公正的方式 讓力量可以統合在這樣的力量之下 所以我們今天會把這個會議紀錄帶回黨內進行討論 明天中午我會約好下一次開會的時間來確定 第一個項目能不能夠達成共識 來做一個最後的確認 最重要的是因為剛剛講這個時程實在是很緊迫 時間也很短 所以要達到這麼大規模的民主初選的方式 可能也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一下時程 所以時程上面我們不像是十月底 那他們主張是十月五號到十月十號 我想大家都很 十一月五號到十號左右 所以我想大家都時間很緊迫 所以我們會盡快的 不會有任何的拖延 我們會希望盡快的 我們能夠完成最後的決定 所以今天很謝謝執行長跟秘書長 我想我們今天完成這個重要的任務之後 有很多的共識 都可以讓大家可以去了解我們兩方的主張 我們也希望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都能夠讓大家知道今天大家合作的誠意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今天的溝通 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謝謝大家